大家好 我是註冊物理治療師 莊子老師 在五月的時候 我在香港大學的研究上 做了一個二十人的統計 利用慈心弦去對峙慢性痛症 以及情緒的問題 研究結果非常令人鼓舞 我需要用兩個星期的時間 可以幫一班有五年甚至十年慢性痛症的朋友 舒緩了他的痛症 以及令到他的情緒得以舒緩 在我說這次研究結果之前 歡迎大家Like、Subscribe和Share我的頻道 記住按下CC這個字幕 一起為世界創造無痛苦條件 這次的研究我找了二十個人 裏面有十一個是女士 九個是男士 年齡分佈到三十一 去到七十 甚至乎也有兩個是超過七十歲的 他們的痛症分別有些是少於一年 有些是去到五年 甚至乎我們highlight著了 五到十年這個痛症的人是有八個 即是裏面是有四成的人 都是有長期受到這個慢性痛症的困擾 在短短兩週的磁心閒訓練之後 這班慢性痛症的朋友 在科學的統計數字上面 我們看到中位數減了3.5分 總共有覺得減痛的朋友是超過七成人 減四至六分的人 還有九個 本身我們是二十個人而已 有九個都是減了四至六分 減十二分的人也有一個 其中有一個人原本是吃藥的 他做完這兩個星期的訓練之後 連這個止痛藥都不需要吃了 當然也有一部份的參與者 是沒有改變他的痛症 因為他們的練習的時數和次數都比較少 關於這個情緒健康上面 我們用了這份問卷 是有一個18個項目去看看 我們這班參加者他的情緒健康 包括頭暈、失去興趣、胸口疼痛、恐懼等等 每一個項目上面我們會叫他評分 1分到5分 5分是最嚴重的 在做完磁心閒兩個星期之後 有大概55%的朋友 都得到這個改善情緒的效果 但是需要註明 今次我這一班群眾 是一些普通的成年人 他不是有任何情緒病或情緒困擾 因此他們在一開始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分數都不是很高 但是也值得一提 因為有一個參加者 他本身的分數是39分那麼高 是降到只有20分 即是他總共減了19分 在18個情緒項目上面 有哪三樣是我經常發現這一班朋友 是會表示出他有這些問題的呢 我們發現有8個朋友他會覺得緊張 有7個朋友他會有情緒不安 以及有5個朋友他會覺得身體虛弱 我們再將這20個朋友的數據 拿去做一個數學統計的分析 最終發現一個向下滑的趨勢 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練習的次數越多 在這兩個星期裏面 你不止練14次 甚至乎20次 25次 30次的話 情緒改善的機會就會越高 即是說你練習持心閒的話 可以令到你得到一個輕鬆放鬆的心情 在做完這個研究統計之後 我得出了幾個結論 第一 在短短兩個星期的持心閒練習 就可以改善慢性痛症的程度 但是有一個條件 就是每天最少要做一次15分鐘的練習 第二就是慢性痛症的定義和教育 我們需要重新出發 因為過往我們覺得有痛 就立刻要做按摩 要吃藥 要做一些激烈的手法做治療 這個概念我需要有一個新的調整 按摩等等的治療 其實只是提供一個外在的舒緩 但是持心閒提供的是一個內在的平和 一種安全的感覺 記住我們也在講座裏面有提到 腦神經的科學 講得出我們的痛症 在腦裏面不僅只有一個區域 又有三個區域 我們吃的消炎藥和做的按摩 只能夠解決一個區域的問題 還有兩個區域我們需要用一些內在調和的方法 才能夠將這些痛症或者不安的情緒 慢慢減低 還有第三點 磁心閒的練習是刻不容緩的 在我看這二十個參加者裏面 其中有一位是一個七十歲的老年參加者 他雙膝兩個膝蓋都是有一個嚴重的退化關節 他在我做這個講座的時候 他表現出非常之有見地 對於生活對於痛症都有一種不同的意見和見解 但是他聽完之後 這兩個星期他幾乎沒有練習過 因此他是沒有任何的改善 我的結論就是 如果他的痛症已經是去到一個退化關節門的情況 而他一向都是覺得自己固有的方法才是對的話 他重新去學習一些新道理 有機會是令到他吸收不到這些知識 而且是會覺得沒有什麼興趣去做 也都覺得沒有什麼方法 這些是不會幫到他 既然他有這些想法的時候 他自然就不會做磁心閒練習 也都不會幫到他 還有一個特別深刻的例子 就是一位五十歲的一個單身女士 他本身是有很多焦慮的 他的痛症 纏繞了他的膝蓋 都是很多很多年 他告訴我 他看過很多很多的醫生 按摩和治療 甚至乎一些手術 他都已經是做過了 但是他仍然是覺得腳很腫 然後他的想法就是覺得 如果他不解決這個腫的問題 他的痛是解決不了的 這個概念不是完全錯誤 但是他只是佔了他的痛裡的三分之一 記住我們的痛裡的腦 是有三個區域 腫只會影響到他一個區域 但是他就是在腦裡覺得 我不解決這個腫 我一定是會繼續通 繼續通 繼續通 因此他亦都覺得 我做這個磁心閒練習 是不會令到他的腫肢減低 所以他根本不會有用 他有這個概念在這裡 幫不到他的手 他亦都覺得總之 總一天在這裡 他的痛就會繼續存在 因此就算他是有做部分的練習 但是由於他這個概念 在他的腦裡根深蒂固 無法update 即是無法去跟進 更新一些新的概念 就算他是練習的話 每次都是只有失望 和覺得沒用 失望和沒用 就幫不到他了 第四點就是剛剛 剛剛第三點的一個延伸 任何一些內在平和的方法 我們都會稱之為 心靈六周的一個培養 要倒截一些急性的痛症 變成慢性痛症 我們就是要盡快引入 冥想 持心閒 或者是內在訓練的方法 然後第五點就是關於 做這個練習的時候的質素和質量 在所有的今次參加者裡面 如果他的痛症是有改善的話 我發覺他們的持心閒練習 都是最少做了二十次以上 做得太少不會很有效果 而做的時候那個質素 即是我們人的集中 是否可以傳染 進入了去 我們在做這個持心閒的狀態 是否可以生起一個 和暖感恩的一個感覺 這也是很重要 因此第一 就是如果你想兩個禮拜裡面 得到一個改善 最少我們說十四次或者以上 現在做到二十次以上 效果更加 而每一次你都可以很集中 去生起一個溫暖平和感覺 這個就是重點 最後就是第六點 我們叫做共修的力量 有很多時候痛症是孤獨的 你的痛感覺只有你一個人才知道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設定一個行常的練習 在某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發覺這班朋友 都是一起去鍛鍊的話 他會有一個很特別奇妙的感覺 會產生就是 原來我做這個持心閒的時候 有一班的參加者 其實都是跟我一起練習 都一起跟我分享 他這種痛 或者都希望我的痛 可以減低 單單有這個想法和思想 其實就已經有一個療癒的作用 我們在這個練習裡面 特別看得到 部份練習得比較少的參加者 他同樣是得到痛症 或者是情緒的改善 即使他們的改善不是很多 我解釋就是 每一次我想起持心閒 就想起有很多朋友跟我一起練習 單單這個想法 就有一個治療的效果 這個研究 我已經用了超過一年的時間 去做個設計和思考 半年前我已經需要找我的大學的博士導師 去做一個教學和指引 很幸運我的大學導師 他本身也是磁心閒的一個專家 在建構整個工作坊和磁心閒的時候 我做很多的大學的研究 找回原來萬性痛症的建立是因為 以下的幾點而產生的 在英國基爾大學2008年的研究裡面 急性痛症的人 他為何會變成萬性痛症呢 就是因為這三點 第一就是覺得 腦子有一些固有的想法 硬斑斑他走不掉 第二點就是他的思想都是很負面的 第三點就是他有一種孤立 令到自己獨處的一個傾向 這些朋友他很容易有萬性痛症 而我們也是在另一個研究發現 有方法解決這三件事 就是2021年 美國帕克萊大學做的研究 原來磁心閒裡面有三個特點 正正可以對應剛才那三個特點 第一就是connection 連結 第二就是positivity 正向 第三就是resilience 精神煤彈力 我們簡稱是cpr 這三點 這三點就可以令到一個人 簡簡單單用磁心閒在家裏做的練習 再加上一班參與者共同去做的時候 我們就產生一種連結 然後產生這個痛症是有機會改善的一個正向的想法 然後也是由我個人的解決痛苦 去到別人的解決痛苦 去到全世界人的解決痛苦 這個思想練習就是所謂step by step 去令到自己的精神情緒有個回彈力 不會變得硬斑斑的一種練習 在自己親手一手一腳做完這個研究之後 其實我非常之有信心 磁心閒是可以對於慢性痛症有幫助 而在急性痛症即是剛剛咬柴 和剛剛弄傷腰骨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方法 是幫它減低變成慢性痛症的機會 但是如果你是剛剛弄傷 我也是會建議你 一定是先看醫生和物理治療師 去做了一個判斷診斷 確定它裡面是甚麼組織受損 然後是需要吃甚麼藥去治療 甚至乎是怎樣形式的手術 才是正式可以幫到你手 而今天所說的磁心線 是作為一種輔助的模式 令到你可以有一個愉悅輕鬆的狀態 啟動你自己身體的腹膠感神經 令到你的腦信息恢復一個平和狀態 幫你手快點好起來 但不會你一做 剛剛咬柴的腳突然間就不咬柴 是不會這樣 在這裡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重新去回顧 我之前做過的一個工作坊的短片 我們就有一個後面的理論講解的片 還有也有磁心閒練習十分鐘的一個動畫短片 歡迎大家可以重溫這個片 一起為世界創造無痛苦條件 今天講磁心閒的研究報告就到這裡 如果你也是這麼不幸 跌了去這個慢性痛症的一個深淵裡 希望今次這個研究結果 可以令到你對磁心閒增強信心 解決這個慢性痛症是有方法的 如果大家對於磁心閒正念和冥想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 我都會盡量去回覆大家的 下集見 拜拜 拜拜